我们控制不了别人 但是可以调整自己 又不是自己的错 干嘛自己惩罚自己 所以班长 打起精神了 高兴点 咱们一起把那个人抓住 哥 这是原图 你快发给姐吧 我知道 这是宁泽宇发给我的 原人说 等我发了 他们都会转发 好 那你现在发给姐吧 用你说呀 姐已经在跟公关团队 想方案了 但是咱们的活动得来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好的 哥 一个绯闻 刹想力怎么这么大呀 要不咱取消吧 为什么取消 这不全是人吗 只要还有一个人支持我 我就继续努力 你不相信 静哥 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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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让一下 让一下 不好意思啊 这我不相信你 谢谢 谢谢 现在这张园子 不用钱了 谢谢你 其实哥哥 我相信你 谢谢 谢谢哥哥 加油 哥哥 我相信你 谢谢你啊 你好 你好 谢谢 我们一直支持你 哥哥 吃点甜的 你会更开心的 谢谢 加油 加油 哥哥 我们相信你 谢谢你们让我来 别的辛苦 加油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加油 谢谢 拜拜 你不是谁 哥哥 谢谢 一定要照顾好一点 谢谢 那都写的什么东西 谁发的 能不能找出来 八万 宣传部叫你过去一下 好好 请跟我先去一下 必须撤下 这是无中生有 小金怎么可能 做出这种事情来 林总 你不用太担心 原照片我们也找到了 我们马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林总 你放心 小景的代言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 坐 不 你又要回孙勇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 身份不同 关注度也不同 进了校门你就是学生 你要注意 你觉得没什么没那么严重 那只是你觉得而已 你私自敲敲敲入老师的课 非要让同学给你补习的时候 我又说过你 你还是不听 食物中毒的时候 不光你 我跟你同学也说过 你们最好是保持适当的距离 这样是对大家的保护 这些话我都说过没有 说过 可是结果呢 你看看现在 姐 这都是他们瞎编的 我就是在袁采希家吃了顿饭 你也都看见了 再说 我去哪儿 跟谁 什么时候回 我哪次没给您报备过 就电影试镜 起源才戏补习那次 其他哪次没给您报备 事情发展成这样 我也很冤枉啊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从来都是三人起跳 从来没有单独在一个空间里过 我是真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 现在证据源头也找到了 姐 我该怎么做 你告诉我 我全力配合 华姐 公关公司的澄清声明 转发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有人转发 八万 你让公关团队继续跟进 好的 叶景区团队已经发公开声明了 这样 你们去上你们账号 然后去上面转发评论一下 增加一下报告 好 你看我说什么了 是不是不需要你解释 还好你什么都没说 否则你一露面 本来不知道是你 突然一下 全体都知道是你 别生气了 喝点水吧 我这不明白了 为什么会有人恶意造谣呢 你是说完个为什么吗 这又不是做体验 我们练体育的 我们练体育的 也知道体育精神是公平 公开 公正 但还是会有人吃兴奋剂 打假球 甚至有人会在赛场上故意伤人 有时候人啊 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 会不择手段 所以 事实如此 追究为什么 也没用 那按照你这么说 我还真拿那个人没辙了 倒也不是啊 你想啊 这种人做这件事情 目的无外乎 就是让叶锦西难过 让你难过 你要真的受此影响 那她的目的才叫达成的 我们控制不了别人 但是可以调整自己 又不是自己的错 干嘛自己惩罚自己 所以啊班长 打起精神来 高兴点 咱们一起把那个人抓住 给她应用的惩罚 好不好